打多少时间出去 你能坚持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 你别想太多 一个小时你肯定支撑不了 我的体力 一个小时我支撑不了 你把我想的也太弱了吧 主要是热 东风二小奥尼尔 你来评价一下 你姐姐的体力 我不幸福了 这有种女的眼镜 给我戴着你眼镜 有型眼镜 就是可以把你的眼睛引擎出来 你看你姐姐要不要眼眠 每个年轻人的篮球梦想 都是从一个简陋的球场开始 看看什么简陋 但是这不能阻挡你 知道不 女朋友 你的上一层 来女朋友 咱俩单挑了 你单挑了 媳妇快好了 什么叫去你 把他玩球梦的 给他个机会投 你不要教我打篮球吧 等会 我先跟东风中学 小学后奥尼尔 单挑完再走 他奥尼尔你是啥 我那小菜鸡 别打烟了 你还教我打篮球 你走远点好吗 你看看人家 你太水了 你太菜了 我瞄就暖了 放手上去 好啊 妹妹你打蛋的往前后啊 我觉得 我就跟着我的感觉来 太高了 太低了 漂亮 给我 你这个太低滚远远 给我拿一个给我一个 给我拿一个给我一个 说规则 哪里说规则 你什么语气啊 快点啊 你妈提着我给你送回去呢 规则 规则就是我要问他十个问题 但是他也要问我 两个送分题是一个0.5分 两个附加题是一个2分 六个普通问题是一个1分 如果说你的分比我高 就是你赢了 我就给你买AJ 不是 等会 这事真的吗 这真的 你要不给我买AJ 你就得给我买两双AJ 一手都不给你买 给你买两双 你哪做梦这么美呢 如果你输了 我就要去把你全腿的腿毛 我会直接把它用蜡指刮毛的惨 惨状给录下来发给大家 那我先来吧 把计算器拿过来的 手机 来 这位同学请你出题 来 第一个送分题 我的生日是几号 95年2月2号 第二题我救我家猫的名字 毛球加加0.5 普通题啊 我小学数学考最高分 你怎么那么好笑呢 这种问题问老子 我真的 这叫普通题吗 这是普通题 你这样能问出这种问题 肯定不是满分 99分 对 答对 这都那么对 下一题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说99分 这个就会有意义的 就那一年我去上去拜佛 我就抽了根签 就求佛呗 上上签 就求佛呗 然后我当时 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在前面 我在佛前哭哭求了一天 哎哟 下一道题 我的朋友圈封面和签名是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点过朋友圈 因为我都没有朋友圈啊 0分 行 这一题没了 好吧 下一题 我们相见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那个咖啡店叫啥名字吗 没有 我不会再取了个名字 你自己取的让我打对 你怕是脑子有问题吧 按你的风格啊 傻逼咖啡馆 是 基地咖啡馆 这题也错了 这题错了是不是 还带这样的自己他妈想的 自己想的答案 我的天 第四个 我最喜欢的电影和我最喜欢的书 每个说两个 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行 深海巨腰 不是真的 电影是吧 两个最喜欢的电影 对 是的 一个中国的一个外国的 中国的上映不久 外国的是X战里第一站 是 猜对了 中国的上映不久 这你要猜不到 好 我知道了 什么 我说了很多 流浪星球 不 流浪地球 说对了 来 给我五 来 好 这这等会儿 再说两个我喜欢的书 小时代 那不就是刘四星的三题 就是他的作者和结局 都不让我很满意 都让我非常不满意 作者 龙族嘛 对 说对了 这份拿到了 说明你还是挺了解我的 因为我最喜欢的 再加一份是吧 你都猜对了 再加一份 好 现在三份 对 什么问题 我到目前为止 打错了一道题 我去吃火锅 必须点点菜 脑堵 鸭肠 土豆 太不了解我了 你少扯 你每次都会点这几个 你太不了解我了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知道了 摩玉丝 对 太对了 你真是太对了 哇 你真的很了解我 你真的很了解我 你每次点菜 都是他妈的让我点 四份了 我昨天还没准理 你这是故意刁难老子 你应该知道 刁难老子 我说了 喂 不是 香奈儿的 不是 再给你几位 猜错就不算分了 杨树林的 好 我加一份 不 但你要说出名字 近白无甲分第一 错了 这份不算好吧 我让你让你 我让你让你 真是不要理 这臭我吧 接下来斐加提二份 附加提二份 附加提二份 每个两份是吗 是 来 附加提一 你要答出来算我输 你答 我请问你 我去参加过几场 赵克林的活动 分别名字是什么 不用达到太具体 行 活动是吧 你完蛋了 生日会 嗯 我看起来 黑八团体出来那次 对 说对了 还有一次 你要能说对 说明你真的 真的真的很关心我 是他们那个队 怎么样 他们的队叫什么 嘿嘿 你过分了 你过分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新药 你答错了 你超出我的时间 不 新药 你超出我的时间 讲道理我都答上来了 我够关心你了 不给 要不要脸啊 我这个人都不喜欢 赵平林 都记得你那么多了 不行 你没猜对 说出我喜欢的 五个动漫的名字 银魂 柯南 柯南不算 无头骑士一文度 近两年的凡 对 不只是日本的是吧 情侍明月 嗯 对 天情九歌 对 还差一个 五秒钟多就是 五 四 三 三 三 神奇宝贝 二 一 大爷的 看哪个 看哪个 还有一个是啥 还有一个是啥 看你的鲁鲁修 噪 看你的鲁鲁修 阿西吧 我心里他就是神作 我居然忘记了 我给任何人都会说我 超爱鲁鲁修 看你的鲁鲁 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你挺可怜的 我觉得附加题可以给你 这是第一个 因为你记得非常的 详细了 但是我给你记六分 最后六分 现在你下来 该换我了 为什么 因为该轮到你问我问题了 那为什么要下来啊 这不是我的专属座位 不不不不 谁被问问题 谁坐上面啊 谁规定的 我规定的 谁规定的 这是谁家的按摩椅 是你家的 嗯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个先来后方 谁先来的 你下来吧 毫无压力 老哥已经准备好了十个问题 准备问他的 听好了啊 送分题 这两道题 哦呦好痛啊 这两道题我跟你说 我说送分 它就是送分 哎呀 来 第一题 你也几乎还不打不着 汉堡王 肯德基 麦当劳 我最喜欢什么 汉堡王啊 对 答对了 哎呦 给你记得0.5啊 第二个送分题 我平常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黑色 哎 答对了 你看 是不是 送分题啊 接下来就是普通题 第一题 我出生的节气 韩露 答对了 哈哈哈哈 好 你现在两分了 好吧 不对我他妈我怎么觉得我出的普通题都是送分题啊 下一个啊 我妈妈老家的全称 乌兰查布 不不不不 这不是全称 你不要你通验我答案一下嘛 要听答案了吗 这题你分没有吧 你说 查哈尔优异后期 你给我 你给我 哎我干嘛 原生跟你提过 啊 你别说别耍赖啊 刚才的咖喆 你自己还编个名字出来 你笑话吗 你没给我 你说这题分你没了 你真没给我 这题你没分了啊 你再问 好下一题 我曾经最喜欢的漫画 啾啾啊 曾经 曾经不是曾经周过吗 你跟我提过了 提过 我的本命 灵魂啊 哎呀对 好这样你就几分了 翻本了就 我赢了我必赢 这道题 我现在最喜欢的漫画 啾啾 四分了 你看我这简单题都是从分题 现在好简单 你那简单题是什么 破题我真不熟悉了 好下一题好吗 嗯 原来我玩音量是我第一个抽到的SFR 我帮你抽的 轻轻弄 啊五分了 你看我给的普通题 哎你这人要点脸吗 你给的都是什么普通题啊 不要脸 好第八题 我最喜欢我喜欢的韩国女团 说三个就行 那猜一点辣了 Blackpink 图文一万 我刚说的两个是不是你特别喜欢 是 他一个是哪个时代 还有一个是咱们 小五时代 不是不是不是 我给你个提示好吧 MV开的跟vlog一样 FX 对 一点啥 哎呀 烧烤啊 行了你先放边上 我想吃 你想吃一会儿一块吃呗 你别我我别 滚滚滚 我露呢 还有两道变态题 有一个你肯定打不出来 但我推识我更了解你 你有脸说吗 你要点脸行吗 你要是真了解我 你把后面这两道题答对 但凡有一个答对 我就承认你比我了解你 好 你说你问 第一道题 我在玩卢尸传说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三套排题 你有逼什么 你跟我提过吗 你跟我提过吗 绝对提过 没问题 我天天一在你旁边玩就捣过 你有段时间不还想学来着吗 没问题 那就是你不了解我 你问这道题 好好好 这道题咱不算 我问你最后一道题 你绝对天天接触 好 你问 安琪拉被动和所有技能的具体名称 你天天玩安琪拉 你要是不知道 嘿嘿嘿 火之 火之啥 火之高兴呢 喂 喂 姑后我想 这个事跟你有差 因为我每次都让你说 你赶快去看一下他们的技能 但你都不知道他们技能有什么用 就像我问你安琪拉的被动有什么用吗 最怕空气突然感情 我多少分 我不想算 反正你最后考 你那出的都是傻破题 真的是什么 自己变的一个名字 都能忘记 到底 我问你 以我的性格会有咖啡馆去生命的 傻逼咖啡馆啊 贼他妈难吃咖啡馆啊 再也不去咖啡馆啊 我怎么那么倒霉开咖啡馆啊 我把它笑一下 诶 平了 咱俩打平了 我要平手啊 哈哈哈哈 平手了 我肯定平手 坐不平手 坐平手 你要吃吧 我出席都很简单 这样 嗯 哈哈哈 你要脸吗 咱们就讨论一下 咱们平手之后怎么办 怎么处理 这样吧 各退一步 你给我买AJ 我让你挂腿毛 挂上真的好好吃 你一会儿别把我给你吃完了 你看这么一大盒 我都给你吃完了 我是大象啊 你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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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 哎呦 哎 好好讨论一下 怎么能找 哎 给你买AJ就给你买AJ吧 好好好 那我腿毛随便你挂 就这样 你先别录 我有事儿 给你探一探 嗯 你先别录 我有事儿 给你探 嗯 嗯 你别过来 来来 脱吧 赶紧的 现在要么就脱毛 要么AJ也别还要 脱吧 怎么个脱法呢 我准备了蜡齿 哎你这蚊子好多啊 你能不能碰点杀充剂 哪有蚊子 黑蚊子的 我用蜡齿 一路是巴掌蜡齿 你会用吗 你现在是第一视角看 我没用的 我怕你手一抖 腿呢 你会用吗 咋啦 你腿毛还值得骄傲啊 俗话说的好 腿上没毛 办事不牢 好吧 你腿上有毛 办事也不牢 我办事可牢了 谁靠脱 大家痛 现在我就这给你脱毛啊 你你 你先研究贵了 很简单的 我能操作不会吗 这么点东西我能不会 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细节的 快点快点 四六秒 一二三四五 可以了 能吗 哎呦 你过不过分的啊 你是我腿毛 你还要第一次咬 我不痛啊 来啊 一二三四五 找你啊 哎呀 光溜溜啊 别以为那只腿能逃过 哎 一二三四五 我喝 走了 你再弄 你再弄 啊 你能不能死 快点啊 哈哈 快点 嘿嘿嘿嘿嘿 大家好 配了个答题卡 贼离谱 主要就是为了测试你的另一半 对你的一个了解程度 周治女友综合测试卷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第一题男友体重是 女朋友和我吵架 一生气说让你鼓 这时候我们应该 递和他讲道理 弄清楚到底是谁的错 选递你 等拉临弹吧你 男友让王者荣要选英雄的时候 外卖到我去拿外卖了 男友让你帮他选一个打野英雄 你帮他选谁 打野肯定是牙蕾纳啊 来这你选吧 等着拉临弹吧 静身高16 对对对 女友最近追的剧是真话 那你俩说错了 满分好吧 女友最方干你干的事是睡觉 对吧 你和女友一起买一个汉堡 女友吃的汉堡9分之2 你吃的汉堡9分之7 花了16元 请问这个汉堡多少钱 为什么 16元 因为我 94分 男朋友的写马44 对 现实算是 奇怪的屁号 睡觉 最不想吃的水果 谁告诉你 我翻试椰子 每次我吃椰子 你都不可烦 每次买椰子 只买一个给你 为什么 是因为椰子贵 今天是你看他有三周年 今天是男友忘记了 你一天都没有理他 这咋了 我应该怎么着 你可以暗示我一下 你都忘了 你心里就没把我当婚事 可能是因为我忘了今天是几号 如果你真的记得 你会在手机 有个比方论 你因为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吃爱的神奇比草都贱 紧描述在你心中 你与男朋友 一起生活的什么样子 有人陪你立黄婚 有人陪你周可 难道不是有人陪你猪豪炸 有人陪你开号车吗 我是7点5分 可以 接下来非常恐怖 非常激烈 无法回头的情侣质问局来了 我们将直面那些 非常恐怖的送命题 而且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最害怕 我问你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喜欢 你为什么喜欢我 喜欢就喜欢 你又那么想别 你说不出理由 所以你想躺身过去 因为你说不出来 因为你可爱 你漂亮 那我是不是有点不可爱 不漂亮 你就真的不喜欢我了 是不是 你爱的只是我现有的一些东西 如果我有天不太年轻了 我老的你就会把我甩掉 我喜欢你皮肠 喜欢你不洗脑 干啥 这些是你会一直 带到老的习惯 如果我跟你前来 有同时出现爱情 看你死吧 如果我马上要死了 你为了救我 唯一的方法是 你要跟你的前人复合 他能救我 那请问你会怎么做 那是个死局啊 你想死吧 我先跟你分手 让你变成前人 我为了救你 我要跟我的前人复合 这样 我的人生中 就只有你一个女人 最后一个死亡问题 说实话吗 想过 你呢 我也想过 我澄清一下 不是我给他弄哭的好了 刷到一个视频 就是想一个猫死了 然后他在街上独立打工 就为了 给自己的主人打电话 你把我打电话 你真的逼我一次 他才两岁 你就想着他死 你干什么 没有万一 没有万一 16爱你宝贝 那我先说想分手的瞬间吧 如果说郭浩这个人 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他太佛系了 当他佛系到他什么东西都不想要的时候 他这种佛系看起来就会有种不思进取的感觉 之前我们快毕业回国的时候 我就有问过 郭浩我说 郭浩在未来干些什么 因为那会儿我已经找好工作了 他说随便 什么都行 这句话就相对于把我点着了 怎么可以随便呀 这是你的未来 你的人生 你就一句随便 你怎么想的 然后我当时火上来了 我说 那你要是这么随意的话 你跟我结婚 你终于更稳定更末吧 好 郭浩回回就是 蹭一下我又想哭又想笑 我这边是狠人的跟郭浩说 不过你要是这样的下去 咱俩没法在一起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你可以穷 默契少年穷 但是你不能不上镜 如果你一直不上镜 你就会一直穷 永远没有翻身的那一天 你不想挣 有的是人想挣钱 你不跟他们去拼去争去抢 你怎么赚钱 那天的回答 现在让我想起来都是 什么想的呀 说的是趣话 是趣话吗 别打游戏价 真的不绝了呗 我直接收拾行李 一打相问 我就直接从郭浩走 我就眼泪流过眼角 还沉浸在分手的悲伤情绪里 我走到车站 我一回头发现 郭浩在我身后站着 然后这时候又过了一年 又来了一件 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事 那会我是在武汉实习嘛 那天下大雪 我俩吃吃饭 郭浩就跟我说 他说一会我要去 你对面那公司面试一下 当时我就觉得 终于有一点变化的样子了 我的不提的嗶嗶刀 确实让郭浩迈出了第一步 就王金沃天就喜欢 把事往十年后二十年后讲 结果今天晚上要干个事 他都不想 到眼前了才开始急 怎么办 要弄不完了 一天再弄吧 然后就开始 想我十年后学应该怎么办 二十年后应该怎么办 我要把那时候的记号做好 有毛病吧 郭浩的理 他就是很向往那种 朝九晚五 我有很多钱 每天清清闲闲的 回家吃妈妈做的土豆牛肉 现在谁不想郭浩的手 我不想 我俩性格不合适吗 不合适的分吧 什么玩意啊 我还没说完呢 在大学的时候 我好好上学 他干啥呢 代沟 我工作了 他干啥呢 工作加小红书 王庆默的时间 就是一直被各种工作签了 就有非常一段时间 心里觉得 我们俩确实不合适 其实我下过非常多次恨情 就想跟王庆默说 我们可能不在一起 两个人都比较开心一点 对吧 为什么没有说呢 道理很简单 他连让我跟他好好说 分手的机会都不给 他就忙到这个地步 我们俩抽空间看内耳的时候 王庆默会选最后一排的位置 那样他拿手机工作 就不会影响到别人 很有功德 但是你想没想过 你想到我的呀 我在旁边哀哀哀声叹气一个道时 两个人都根本没看电影 好那下一个话题 那又是为什么 让你们现在没有分手 反而快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呢 因为他很温柔 加上他本人也是那种 特别可爱的性格 就他有时候会有 大家盖得不到那种可爱的点 他会 然后或者是 那不是你吗 他会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些动作 然后我就会迅速盖得到他 然后我们俩就很无厘头的 一起做一些无厘头的动作 这种默契 真的是不常见的 我们俩就挺懂对方的梗的 所以说我每次想要分手 我就会想 这个人还挺好的 能争取 咱肯定是一把子争取 其实很多分手 它都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分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考验或者工作 你压力特别特别大 神经特别紧绷 这个时候呢 突然下雨了 然后你对象跟你说 能来接我一下吗 亲爱的 一下子 你的情绪就爆发了 你就会想 我每天这么辛苦了 你还这么不懂事 让我去接你 然后你可能就会对你这样发火 这个时候 电话纳得他 可能他也是想着 你一直这么忙 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你什么 就麻烦你接我 一次你就这个态度 这个时候 你俩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突然之间 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就因为这一个小事 你俩可能都觉得 怎么着 我也不想跟这个人过下去 就这种是这种 非常有冲突的情绪化的分手 其实过两三年 你们回看这个下雨天 你去接他 或者你不去接他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该我说了 我既然对他有这么多失望 那我又是怎么转变这种想法的呢 我大概说三点 开会 第一点 确实就是因为 他睡着的样子太可爱了 然后他晚上 我真的睡着之后 又不说话 又安安静静的 像个小天使一样 我受了他非常非常多的气 我快气炸了 然后他可能骂着我骂着 之后睡着了 我就觉得 这个是个天使吧 然后我气力把都消了 你知道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也开始做自媒体了 我们俩的工作话题也多了嘛 对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对 我们俩的话也变多了 不好这些老问我 我就问你至于这么忙吗 等他开始做这场的时候 他跟我说至于 真至于 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 他的工作真的忙的崩溃的时候 你尝试去了解一下 不要先上来说 至于那么忙吗 你一点陪我谁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你有什么可忙的 这个话其实真的会上人的 第三点才是 把这个念头彻底给消灭了 是因为我真正感觉到了 王庆若再为我改变 对哦 他愿意慢慢去 是吧 理解我的想法 去适应我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我以前的那种 所有想法 跟他分开的想法 就打消了 就是 不好吃是一个 宅人快乐的典型 就是他每天 可以找各种方式 让自己快乐起来 他很哄呢 什么叫喝好哄啊 那你说我为你改了什么 感觉你好像为我改 所以其实根本说不出来 总结时间 就是我觉得 吵架可以有 并不是你想过分手 就是这样不好的感情 毕竟每个人都有问题 有情绪 如果你看到对方不好的脸 就想着忍 足视无睹 最后只会走到一个 无法调和 无法回头的程度 就像我们互相争吵 然后互相爆发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是在强迫对方 找一些感情中的问题 也是一种努力打配 为感情捉虫的方式 不如说有些问题 你不走到分手那一步 是不会足够引起忠实的 是 我俩的早期 他喜欢深闷气 不说话 所以他很多情绪 都憋在了心里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对症下摇 鼓励配合他 多说多爆发 就像他之前跟我说 说王庭 我发现我跟你在一起久了之后 我的情绪越来越难掌控 越来越差 我说 对 就该差 不要老是一个老好那样子 你多累啊 为什么要活那么累 你在我面前就是要 做你自己啊 你有什么不满 你就说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试卷 质问 谈心 这种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呢 是因为 我俩接受了金鲁爸爸的一次 打配合挑战 六项HFP3.0 战斗太极华 拖重身份打配合来 覆盖我们 掌斗的全过程 科学的配舞 实现一桃龙去斗体验 其实我18年就 想过来给我 手法那么硬呢 我18年就开始用HFP的产品了 可以说他们是我的第一个金鲁爸爸 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四年来他们家产品 不断升级改善 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它可以说跨越了我们郭浩从毕业回国之后 从北漂到结婚到回武汉 说呀 说词呀你 这一个全过程 这个过程里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 不要哭 这个战斗太极华呢 也是调整身体的配舞 质地很清爽 夏天油肚皮也完全可以用 它这个里面呢 也是升级到了五重去斗太 五重了 零香精零酒精无激素 零添加 但是最重要的也是 它们整的是无酸配合 无酸呢 你懂啥意思吗 啥意思呢 就是你不需要建议耐受 就可以温和去斗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刷翻去斗的进化 这些进化都是略有线门槛的 需要你有一丢丢刷翻的小知识 再去试会比较好 它这个属于去斗门槛 就这种新手小白都可以直接用的 来你看这有个斗 每天给我点一次 所以这张脸给大家解说一下 首先没长斗的时候先控油 你看这个脸大油不拉丝的 然后疏通毛孔 毛孔通了就不容易长斗了 第三目 斗斗应有的话 来比如说这一颗 它会用6泰5皮奥尼 还有积水草气血物 去抑制那个让你长痘的细菌 看这块 这样就减少了痘痘的炎症 红肿痘就容易好了 第四步 大家有没有手键的时候 就会去抠 把它那个痘抠过 它还可以加上我们破口痘的浴盒来 我就用它去了好多破口痘了 是不是完全没有刺激感 好舒服 最后一步就是亮泽 比如说这就有痘印 你们就可以理解为 它是为了减少你这个痘印的色素成绩 就是让它看得不那么明显 就这个里面 我说的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了 而且一瓶解决 你不需要去购买其他任何的产品 简单有效去抖 他们家这个产品 非常实打实的王牌产品 功效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 而且我对HFP的了解 是他们也不喜欢刀刀什么虚的东西 不喜欢 这个价格真的比较良心 是很不错的去抖电话 我们都用它